文章来源自由时报 音乐聚播贝多芬 Nadewick van Beethoven的耳聋之谜 一直是后世学者研究的焦点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贝多芬的头发中含有惊人浓度的铅 深和鼓等重金属 可能导致了他的耳聋和其他疾病 据生活科学 Life Science网站报道 这项研究于5月6日发表在临床化学 Clinical Chemistry期刊上 研究人员分析了贝多芬两束经过验证的头发 发现其中签含量高的惊人 同时还检测到高浓度的身和拱 例如其中一束头发每克还有380维克的签 而另一束则还有258维克的签 如今的正常水平接近或低于每克4维克 它的头发身含量也比正常水准高出13倍 拱含量则高出4倍 这些是我见过头发中含量最高的重金属该研究的共同作者 梅奥诊所Mail Clinic的病理学家詹内托 Paul Gennetto告诉纽约时报 我们从世界各地取得样本 而这些数值高出了一个数量级 研究人员指出 这些有毒金属含量过高 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贝多芬一生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 他从20多岁开始出现听力损失 40多岁时完全失聪 还患有肠胃问题 并至少经历过两次黄胆病发作 这是肝病的症状 虽然高浓度的签与肠胃和肝脏问题 以及听力下降有关 但研究人员表示 这些重金属含量不太可能高到 足以成为贝多芬死亡的唯一原因 然而 他们在研究中写道 贝多芬长期接触高浓度的签 可能导致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饱受折磨的疾病 研究作者没有评论身和汞含量过高 对贝多芬健康的影响 贝多芬体内为何含有如此多的重金属 研究人员推测了几个可能的原因 其中一个理论与贝多芬嗜酒的习惯有关 他经常一天喝完一整瓶葡萄酒 在当时 葡萄酒生产商在酿造过程中加入粗酸签 作为防腐剂和甜味剂并不罕见 当时的玻璃瓶也含有微量的签 此外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贝多芬还经常食用多脑河捕捞的鱼 而多脑河的鱼类已含有深河汞而闻名 在贝多芬的时代 人们普遍会从亲人或名人身上剪下头发作为纪念 如今 这些头发却揭开了贝多芬耳聋 和其他疾病的可能原因